大家好,你们关注了向上阿普轴公司了 关于时尚圈,很多人都看过一个电影 叫《穿普拉达的女王》 梅伊班奶奶米拉达 这个电影的原型就是美版Vogue的主编安娜·温托尔 不过安娜本人并不喜欢这部电影 可能是因为她爱穿香奈儿吧 开玩笑 因为这部电影原著小说的作者 曾经在安娜舍她做事 安娜还对梅伊放了狠话说 咱们的梁子结下了 并且对时尚圈的所有人打招呼说 不要参与这部电影的任何工作 否则后果自负 所以大部分时尚人士都避免在这套电影里出现 以免招来无望之灾 在电影的首映礼上 大家都以为安娜会来砸场子 结果她真的穿着普拉达出现了 为了表达自己对这部电影的不满 她还拍了一个纪录片 来展现自己的工作状态 这很记仇 是不是天蝎座啊 哎我搜了一下 还真的是 虽然安娜很抵制这部电影啊 但是这个电影其实还是很传神的 表现出了她的性格和工作特点 安娜总是一副不可原笑的样子 要求也是非常多 比如说 员工不能和她同坐一步电梯 讲话必须直奔主题 不许说一句废话 实习上和她说话的时候 不能直视她的眼睛 她对员工的要求也非常高 员工在她面前也总是小鸡翼翼 没有人敢反驳她 甚至有一次一个员工被逼到说 我要自杀 当然最后她没有自杀啊 现在她已经是Vogue英国的主编了 不仅对员工要求高 对粉丝和网红也毫不手软 有一次 卡莱珊带着自己的女儿 刚刚19个月的西北妹去看秀 小孩们总是难以控制的要哭嘛 于是吵到了安娜 于是安娜就规定说 任何人以后看秀不能带婴儿 2008年 她要求米兰时装周修改日程 理由是她想回家 好吧 有够任性的 安娜总是几十年如一式的拨拨头 零号身材 穿着裸色凉鞋 戴着墨镜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高中辍学的安娜 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位置 虽然安娜是美版Vogue的主编 但她其实是一个英国人 想不到吧 1949年11月 她出生在伦敦 11岁的时候 安娜考入了伦敦王后学院 但是她并不喜欢读书 更不喜欢校服 于是她动手 自己改造校服 把裙子剪短 往上拉 然后经常逃课 去各种社交场合 结果有一次 安娜穿着自己改造的裙子去学校 被校长抓住批评 说她应该退学 于是 叛逆的安娜真的退学了 连高中毕业证都没有拿到 21岁的安娜 靠PDA拼来了一份正式工作 在伦敦的杂志 做编辑 开启了自己的时尚生涯 随后她来到美国 在巴沙做编辑 不过很快就被炒鱿鱼了 之后 她又进入纽约杂志 担任时尚编辑 1982年 她终于得到了 美版Vogue的面试机会 当时这个面试特别有意思啊 然后杂志主编们安娜说 你来这里面试 想做什么工作啊 安娜毫不忧欲地说 我想要你的职位 虽然安娜当时并没有 坐上主编的位置 但是得到了创业总监的职位 然后一步步晋升 成为英国版主编 过了几年 到了安娜39岁的时候 她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当成了美版Vogue的主编 当时呢 她打败的对手是王威威 大家应该都听过 这个牌子的婚纱对吧 穿她婚纱结婚的名人 真的非常多 之前呢 她还因为身材为师 特别好而上热搜 这个腿真的是60多岁的腿吗 安娜接管了Vogue之后 开始了大刀过斧的改革 她上任主编后的第一个封面 采用的是以色列模特 这个模特上半身 穿着超过价值1万刀的 高定上衣 下半身 却搭了一个40刀的 盖子牛仔裤 这个是时尚杂志 第一次让模特穿牛仔裤 而且上衣还穿那么贵 其实安娜就是想把时尚 推给平民 她还抿着地察觉到 粉丝经济的崛起 以前的Vogue都是 模特占据封面 然后她看上了明星 登上Vogue封面的先例 1989年 Vogue让麦娜娜登上了方面 当期大卖 自从安娜成为Vogue 美国版主编以来 Vogue的发行量和广告量 都纷纷飙升 给公司带来巨大利润 特别是男士版 第一次试刊 就拿下164页的广告 创下了康泰大师集团的记录 康泰大师集团非常牛逼 就是国内做公众号 做得特别好 那个GQLab 也是他们旗下的 好像我之前看到新闻 说他们2019年 赚了两个亿 非常夸张 当然他们内容作业很好 好题了 在卡泰山和卡爷结婚的时候 安娜还给他们俩人 一个双人封面 这里可以插个瓜 他一开始很不喜欢卡泰山 这个封面给的 也是看卡爷的面子 甚至卡泰山和卡爷 去Metagala的时候 付个官网的照片 还把卡泰山给剪了 就留下卡爷一个人 好过分哦 后来卡泰山又上秀 又卖东西 红了嘛 安娜就跟卡泰山谈笑风生 卡泰山还在家里 靠死安娜 果然在利益面前 一切都是虚的 还有那个知名的Metagala 本来只是一个 普通的慈善晚会 但是当安娜 变成了主席之后 就变成了名利场 这个晚会贡献了 很多很有创意的设计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比如说雷哈娜 那个摊煎饼 还有水果姐这个吊灯 每年都会有不同的主题 当然最有名的是 我们的川普和梅兰尼 那个时候川普还没有竞选 所以他只是作为利产商去的 安娜这么厉害 所以华尔街日报 曾评论说 如果你想拍电影 没有斯蒂尔波哥的帮助 也能在好莱坞干出头 如果你想混了IT圈 没有比尔盖茨的帮助 也能在硅谷卖软件 但如果你想来时尚圈发展 没有安娜温托尔的垂青 想成功是不可能的 成功的人往往都非常自律 安娜一时不死 我也很自律 我也每天都很自律的摸鱼 安娜地久不沾 每天晚上10点睡觉 早上起来5点起床 打一个小时的网球 所以大家可以看 她胳膊肌肉的线条 这真的是一个70岁的人的胳膊吗 她的工作量也很大 每天7点 发西士准确到她家里 给她吹出波波头 然后到8点到达公司吃早饭 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 每年要参加100多场时尚周 这功务量也挺大的呀 然而呢 野心伯伯的安娜 怎么可能只满足于时尚圈 她总是不停地在政界的边缘 反复试探 她认为时尚和政治是息息相关的 你在任何一期Vogue的封面上 都可以笑到当今 政治经济的发展方向 1993年 克林顿宣誓就职 当天呢 希拉里就因为穿的衣服太奇怪 被喷了 她戴着那个帽子 被纽约时报吐槽说 像一个UFO 安娜觉得这是个机会 于是她立刻给希拉里写信 说希望自己能给她提供时尚建议 而且这只是朋友间的相互帮忙 不是正式的时尚顾问 在经过安娜改造之后 希拉里的衣品提升很明显 吐槽的声音也逐渐消失了 安娜帮了希拉里这么大一个忙 希拉里也礼上往来 比如说 要请她去白宫参加活动 然后 带安娜访美的时候 也让安娜去了 安娜站在带安娜旁边 笑得特别开心 1998年 白宫爆出了莱文斯基丑闻 就是那个 克林顿和实际上乱搞的事情 希拉里表示 非常支持丈夫 但是吃瓜群众不信啊 对吧 安娜这个时候呢 力挺希拉里 给她安排了一期封面 这也是第一位登上Vogue的 美国第一夫人 这一波危机公关 顺便让希拉里拉网人心 然而在2008年 民主党内初选的时候 那个时候希拉里 不跟奥瓦马竞争吗 希拉里本来要给Vogue拍照 但是呢 觉得上杂志 会让自己的形象过于女性化 所以就取消了这个拍摄 然后安娜就很不爽 为什么只有看起来她男人 才能被证实 你这种观点非常让人难过 不过后来 2016年的时候 希拉里再次竞选总统 他们又和好了 安娜还给希拉里 安排了Vogue的内夜 然后呢 安娜找到了民主党 另一个阵营 奥马马不像川普 土豪出身嘛 所以对她竞选来说 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筹钱 于是呢 安娜不仅为奥马 和米歇尔设计造型 还给他们拉拢人脉 想出了各种筹钱的办法 比如说安娜拉着米歇尔半晚宴 只要你花1000块钱 就能跟米歇尔合影 花1万块钱 就能跟米歇尔共度晚餐 怎么有点那个 微商和奥马马合影那个味儿了 奥马马竞选成功之后 也开始回报安娜 比如说邀请她参加国宴 给她在白宫安排了个职位 总统艺术 与人员委员会的委员 与人员委员会的委员 太难念了吧 奥马马还亲自到她家拜访 那次拜访呢 安娜还向每一个 想在家里见头补的人 说了三万刀 米歇尔和奥马 也很快上了Vogue的封面 2014年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以安娜的名字 命名了服装研究学院 米歇尔还去帮忙剪彩 在2012年 奥马马连任竞选时 安娜更是努力为她筹款 举办了一个晚宴 叫了很多明星 还特别为她设计了 一款宠物衣服来筹款 上面写着 为奥马马而叫 非常好笑啊 不止在美国 安娜在国外也是风风光光 在法国 萨克西给她受过奖 马克龙跟她吃过饭 在英国 女王给她受过薰 还跟她一起看秀 这么厉害的安娜 当然也有人很讨厌她呀 比如说 安娜一直穿皮草 那些动物保护组织 就非常不选她 然后她走红毯 动物保护组织就剁蛋糕 还有骑士黑人 纽约时报曾经发过一篇文章啊 说安娜一直没有谈过黑人摄影师 直到最近 才在B盎司的要求下 勉强同意 然后Mogue的前公关组间说 自己的近身加薪 比白人要慢很多 而且Mogue还拍摄了这种 很有歧视的广告大片 你不仔细看 根本看不出的印象里 还有点黑人 最后呢 我们来讲一下 安娜的情感生活 她谈过无数次恋爱 公开承认过的男友 都有十几个 很多人都说 她只是把男朋友 当成自己世界上的电脚石 活脱脱的另一个分个问题 那么就来简单发一下 1984年 安娜和比她大13岁的 著名儿童精神病医生 大卫夏佛结婚 生了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她背上捧着两个孩子 女儿叫B 是节目制作人 现在呢 结婚了 她老公是意大利版的 Vogue前主编的儿子 所以这算是一个 时常圈的联姻 儿子查尔斯 此生婚业 做了精神科医生 但很好笑的是啊 我发现一张图 就是她陪安娜去看秀 然后穿个Polo衫就去了 感觉像是直男 陪妈妈逛街一样 那种感觉 特别不情愿 1996年 安娜遇见了新男友 布兰恩 布兰恩是一个有钱人啊 她有自己的移动电话公司 而且还不仅有钱 她是民主党 全国委员会财务主席 但两个人相遇的时候 都不是单身 但是两个人 就是看对了眼 决定各自回家离婚 为了快速离婚 谢尔拜把她的所有房产 和打包出现金 给了前妻 可就算这样 她还有几千万美金的身家 然后克林顿 当时在空军一号上 听说谢尔拜要离婚 要出轨 还专门打了个电话 安抚谢尔拜的老婆 可想而知 当时谢尔拜有多重要啊 两个人都离完婚之后 就正式开始在一起了 看那个时候照片啊 他们一起看美网 然后安抚能在政界 混得如鱼得水 大家都觉得 和谢尔拜的人脉 也有很大关系 这两个人一在一起 就是20年 可就在大家 羡慕他们的感情的时候 谢尔拜变得越来越落魄 比如说呢 被爆出来 欠美国国税局 120万美元税 两个人关系 开始急转直下 再也没有什么同框了 其实他们俩一同看美网 也没有什么眼神交流 这个肢体语言也很僵硬 我怎么觉得 安抚一个教导主任 这样 然后带着学生看球赛 两个人20年之后 终于爆出了分手新闻 现在呢 安娜也有了新欢 有人说她很功利 永远喜欢那种 给她事业带来帮助的男人 但我觉得 可能谈了20年了 这可能本来已经要分手了 安娜的一生 可以说是很传奇的一生 我现在才30岁不到 我就经常觉得自己干不动了 我觉得70岁的我 应该是已经退休 跳了广场舞了 但是你看安娜 70多岁了 整天穿小礼服 各种场合搜手 每天高强度工作 一副经历用不完的样子 她的人生就好像一个大女主电影 坚强 现实 野心勃勃 只要给她这点机会 就能往上趴 虽然她功利 对人毫不留情面 但做自己生命的主角 争取自己想要的 好像也没有什么对错可言 总之 我是希望活出她的样子 今天就到这里了 大家记得三连哦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点击订阅 如果大家不喜欢我们的视频 那就请你好好努力 喜欢上我们